古拉问沙维扎 他们的战斗力增加了多少 单独而言 他们仅没有宁强大 但他们加在一起可能非常危险 明白了 那对我来说 这将是一次很好的锻炼 你说这是一次很好的锻炼 你这个无理的烦人 你这个魂球 怎么会这么快 我不会让你跑掉的 超级恶魔冲击 古拉大人 古拉单手接住攻击 你为什么会没事 超级恶魔冲击 我认为这应该叫虫子攻击 趁现在 尼克 我要把你打成碎片 弗利萨大人 请帮帮他 尼克 古拉青笑道 你们这些虫子 还不明白自己的无用 让我来证明 经节 山朔 你这个混蛋 说实话 我还认为 你会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我认为 你可以测试我训练后能力的极限 结果却多么的令人失望 但至少在这么多年之后 再次进行一场真正的战斗 也是件好事 沙维扎不明白 古拉大人战斗力 并没有超过他们联合的力量 他们在一起 应该是一个更大的挑战才对 然而这却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 弗利萨解释道 古拉变得可以如此精准地 控制他的力量 以至于在战斗中 多次改变战斗力来攻击 或保护自己免受这三个人的伤害 这种切换速度非常快 以至于你的探测器 甚至都没有时间来捕捉 即使他如此先进 弗利萨心想 即使古拉的训练时间比我还少 但他对气的控制 几乎做到了和我一样精准 我必须时刻提防他 你个混蛋 你认为这就结束了 虽然我们只是学徒 但我们也算得上是天丁 我们不会那么容易倒下的 古拉一阵嘲讽 从我的角度来看 你已经倒下了 那两个没用的杂鱼已经死了 而你一个重伤的家伙 又能掀起什么波浪吗 你是吗 让我给你看个好东西 这种战斗力 这怎么可能 我是尼克 金杰还有山术的融合 金尼术 世界上最强大的恶魔 你准备好死去吧 这股战斗力真的很棒 我可能会有一点点麻烦了 那么这些臭虫还会有更强的力量吗 我必须速战速决 这是什么 沙维扎喊道 不行 这样下去 古拉大人会死的 我得去帮他 别傻了 你这点战斗力 根本无法对付那个怪物 如果你离得太近了 甚至可能会被他的欺压震死 古拉是弗利萨军团的将军 也是我的兄弟 如果他连这点困难都解决不鸟 那他也没必要再活下去了 见鬼 我这辈子都没有受到过如此沉重的打击 该送你上路了 你这只恶心的虫子 我是不会原谅你的 这难道就是古拉大人的终极形态吗 我以前从未见过 甚至以为这只是个传说 再看一次还是很惊艳 这惊人的提升 与我和父亲不同 我们需要变换形态 来控制我们各个阶段的战斗力 而古拉能够保持他的原始形态 并完美地控制着他的阶力量 我对这个形态有不好的记忆 他过去给我带来了很多麻烦 但我承认 在这里看到他依旧有点怀念 古拉认为自己没必要向他展示这个形态 但以这种形式 被我杀死你应该感到荣幸 给我闭嘴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欢迎关注转发收藏加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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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